果然熊孩子不分物种 费妈小熊不计其数 也不也不爱宝女士 竟被双胞胎在背上拉屎 心疼自家闺女的将奶爸 连连直呼 妈妈的背是怎么回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 生完二胎便张飞的爱女士 直接抱着俩孩子 开启抱摔模式 之后更是将孩子留给奶爸 自己不管不顾睡大觉 这娃谁爱带谁带吧 广州动物园内费头子酷酷 缠着老妈局校非要玩摔跤 气喘吁吁的局校妈妈 一头将酷酷顶翻在地 生气的酷酷 竟然跳脚还想还击妈妈两个熊掌 局校直接抱走 将酷酷暗倒在地上去 给她一个大逼抖 二馆长我与姐的名声 可不是白叫的 二顺妈妈同心大发 想要玩一下儿童车 谁料于爱直接背后偷袭 差点将妈妈的皮带衣 都撕扯下来 老妈 你裤腰带送了我帮你紧紧 好在二顺妈妈脾气好 换成爱宝女士 先来几个巴掌尝尝 继承战斗民族风格的喀丘沙 气急了可是连老母亲都敢比试两拳 饲养员刚给喀丘沙换完水 小乌拉玩性大发 非要钻进水盆里 结果被妈妈一口扯住 熊皮大衣托腿 被打断兴趣的小乌拉 气得跳脚向妈妈挥舞拳头 想必丁丁已经想好 是抱摔还是连踢了 混是大魔王福宝 更是在妈妈喜欢的小花园 药武扬威 狗都嫌烦的年纪 将油菜花彩的稀巴烂 出外场的爱女士 直接给了福宝一个耳光 连推带打将福宝滚出鸡迷远 直到看见游客才停下 费妈榜首一定是苏眉苏探两兄弟 每天热衷挖眉事业 苏林妈妈表示 一口都不想舔我怕重 更离谱的是 俩熊躲树上跟妈妈玩捉迷藏 发现熊孩子不见的苏林 在外场焦急寻找 天杀的熊贩子 一个仔仔都没给我 结果两小只 挂在树叶悠哉游哉看风景 不知道等苏林找到这俩废头 又会迎来怎样的暴击 蒙家三雄却只有四个蛋 单身多年仇坏老母亲蒙蒙 直接下跪替儿求姻缘 首先是不解风情的蒙大 美女游客观赏 蒙大却憨声震天响 不得不说蒙大凭实力单身 但蒙大也有个绯闻女友 是天津二姑奶奶喜乐 就是其他奶爸奶妈 两小时受不进去 逼得请假外出的亲亲奶爸 倒三趟地铁回来收猫 直呼祖宗的大小姐 也不知道这暴躁脾气娇娇小姐 蒙大能不能受得了 再就是蒙二 人叫板吃竹子的模范 却是蒙家唯一淡淡健在的男熊 他可承担着蒙家繁育下一代的重力 可惜蒙二之专情自己的小良喜 热心网友 倒是刻起蒙内飞云与蒙二的CP 毕竟仓鼠脸夫妻十分般配 智商超群的阳光开朗大男孩蒙兰 可是蒙家族的顶流担当 一个上述匹差 将北洞直接干上市 圆蓬蓬的大脸更是荣获 江左眉眉的赞誉 因为父亲美兰是大肿公的原因 导致蒙兰遍地是妹妹 避免近亲情况下 蒙兰的婚事就单个多年 红在北洞的小白天 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与蒙兰没有血缘关系 并且小白天温顺漂亮 看起来与蒙兰门当互对 就是不知道网友愿望会不会成真 但北洞目前 确实没有将蒙兰列入繁育计划中 西之门三太子蒙兰 还在过着六鸟逗乐的退休老大一生 蒙家三兄弟婚事筹坏了老母亲 著名倒霉但金虎 十四岁了还单身 也让姐姐蒙蒙筹坏 碍于父亲玲玲大肿公的原因 金虎和蒙兰有着类似遭遇 遍地都是妹妹 好不容易得安排一次相亲 结果对象普普被检查出是男熊 金虎哭晕在厕所 好不容易有个女友拥有 因为四川熊猫与青岭熊猫 不可杂交的警告而被迫分手 现在同妙英飞云住在东北的金虎 虽对妙英有意 却迟迟得不到美女熊的回应 前有高高跨越四百公里混编制 后有苏林百烂也陪逼风饲养 二十多岁高龄的高高 还被流奶妈直呼向奶娃娃 但没人能想到 眼前的高高竟是凭自身实力 才过上了铁饭碗的生活 三次放归也外军失败 最后一次 足足花了一年时间 高高历尽千山万水才找回基地 无奈情况下 被高高赖上的基地只能将他收编 此外 高高还记恨上放归他的养奶爸 谁一提养奶爸 气得高老爷在龙舍内框框打拳 你们知道这一年我怎么过来的吗 自此 高家绝不踏出编制的祖训 刻进了高家熊猫基因里 作为高高亲闺女的苏林 怎么会忘记老爹的教导 2016年苏林出生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 妈妈是初代歪嘴战神女熊白云 继承爸爸高高也一代血统的苏林 在生育第一次云会后 被基地挑选为野赔对象 母子二人进入野赔场所 结果 苏林直接开启百烂人生 一向野外生存技能都不教 小崽子饿得嗷嗷叫 苏林却沉迷在自己玩耍的世界 闲来无事 还将小崽子叼在嘴里当妈 给自己清扫清扫床铺 这混乱情况直接逼疯野赔团队 担心小崽子状况下 迅速叫停了苏林带宰的野赔行动 前脚刚回基地 后脚苏林180度大转变 照顾小崽子可谓尽心尽力 气得野赔团队大字报 宣传苏林恶劣事迹 不死心的野赔团队 又将主意打到苏林妹妹珍珍身上 一放归山林 珍珍直接将任务抛之脑后 还把定位项圈大卸八块 这下可一顿好溜工作人员 等找到珍珍时 却发现这家伙 正在老乡家中混吃混喝 晚上纠战却潮睡猪卷 猪 我找谁惹谁了呀 三雄一番离谱操作 让高家子孙全部被拉入野赔黑名单 看来高高誓死入边的血脉能量果然强大